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这个星期的天气有两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天气变化很快速 气温起伏也比较大 而中南部地区受到影响比较小 整体天气大致稳定 但是在山区要留意有午后雷震雨 而东半部则是断断续续有短暂雨的天气 我们首先先从云图上来看今天天气的现况 今天在台湾附近是比较属于多云的天气 虽然现在台湾上空没有什么下雨的状况 但是可以看到在华南一带 渐渐有云系逐渐往西移动往台湾接近 那我们预期受到这个云系的影响 以及加上下半天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在下半天开始 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 就会渐渐的明显降雨几率会提高 那整个天气的信心 我们从预报图上来看 在今天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明天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加上一些华南水汽移入 北部东半部是会有短暂雨的天气 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 中部地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而在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其实在中午过后 中南部的山区 甚至南部的部分平地 也是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那甚至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提醒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朋友 要多加的留意 不过这波东北季风以及水汽 来得快去的也快 预计到了礼拜四27号之后 对我们的影响就减弱了 那在27号礼拜四 一直到礼拜六这段时间 各地大多会以多云道晴的天气为主 东半部有些零星的降雨 而在山区则是要注意 也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而预计下一波影响我们的东北季风 会在29号影响 那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 那受到封面从我们北部通过影响 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也增加 预计在礼拜六的晚上开始到礼拜天 北部东半部的降雨机率也会再度提高 而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些短暂雨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天气呢 随着东北季风及水汽的变化 其实尤其在北台湾变化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同时整个影响也反映在温度上 我们从温度曲线上可以看到 在白色的线条 也就是北台湾的气温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两波比较明显的降温的状况 第一波首先呢 在今天的白天 其实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比较舒适 北台湾甚至稍微有一点点偏凉的天气 不过预计晚上之后到明天 随着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的气温还会再更凉一些 那预计明天北台湾大概一整天的气温 都是在20度的上下 不过东北季风离开之后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整个温度就明显的回升 尤其礼拜五礼拜六 其实白天的高温都有机会回升到30度以上 变化是很大的 那直到下一波东北季风再度影响 北台湾的气温又会降回凉凉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也就是橘色的线条化 整周的气温起伏变化不算非常的大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在有下雨或者是云层覆盖的时候 天气稍微凉一点 那北台湾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这样气温起伏的变化 适时的调整穿着 那也要适时的外出携带雨具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我们下午的天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